大家好,我是Alex,來自科大商學院環球商業管理及資訊系統學 我是香港科技大學的學生大使,Sabadie 今天我們會帶大家用航拍器游走這個科大學院 Alex,不如你介紹一下你用的器材吧 好,其實我用的器材有很多 但今天介紹給大家就是我手上這部Mavrik Pro Mavrik Pro是DJI其中一部可以接觸的航拍機 而DJI究竟是我們師兄Frank Wong設立一間無人機公司 是啊,Frank其實很早之前已經在科大工讀他的工程學學士 之後他又繼續去工讀他的碩士 其實Frank早在碩士一年級的時候已經創立這間公司 可以見到我們科大是幾鼓勵企業家的精神 那Alex,不如說回航拍器吧 它有甚麼功能 哇,航拍的功能真的很多 再者,為甚麼它這麼貴和特別呢 就是因為我手上的遙控控制器很少 只是控制它上升下降,前後左右飛,還有鏡頭角度就可以了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裝置 包括GPS,指南針,IMU等等 那Alex,為甚麼你又這麼喜歡航拍呢 哇,這個魅力真是無法在這條片裏面解釋到 不過最簡單的一個魅力就是 我們拍到一些靚片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那既然有這麼多靚片 那不如我們就事不宜遲去片啦 先由入口廣場出發 入口廣場其實就是輪近我們的北閘巴士、小巴、的士站 去前往張君澳和西貢各區的 那裡有stool lounge、室內、體育館、展藝廳、訪客資訊中心、禮品店、 咖啡店、書店、銀行和診所等等 而晚間繁忙的時間 我們就有專車去張君澳、鑽石山 和最近增設去旺角、九龍塘和坑口的路線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Circle of Time Red Bird 紅鳥日鬼啦 那其實呢 本身就是由一對澳洲夫妻的雕塑家製作的 那它是高8.5米啦 日間的時候呢 就可以憑著一些影子打到它的雕塑上面 就會知道時間的了 在1991年的10月裡面組裝的 從此之後呢 這個也都成為我們科大的地標 也都有火雞之稱 而這隻火雞呢 除了向你地標之外呢 我們也都有學生的community是用它為命名的 那就例如說 Red Bird Leadership Community 那這個community呢 就是指在培養同學生的領導才能 培訓他們怎樣去組織活動 為每一個同學和社區 帶來正面的影響 那我們現在呢 就向山下進發了 那看開看不拍 Alex 不如你去介紹一下 你們的Inspire團隊吧 那我們的Inspire團隊 其實就是2016年成立的 那我和一班自動同學的朋友 就發現其實用科技創作自己的故事 是一個十分之好的渠道 去channel我們想必須的東西 而那時候呢 床拍機是剛剛興起的工具 去讓我們去拍一些很震撼的片 所以我們就利用了它 成為了我們拍片器的工具 那因為我自己本來很喜歡拍片 和教學 那所以就嘗試是將這個這麼正的 Technology 去教我們身邊的學生 那分別教一教學 就教了去中小學學四大學的朋友 那之後我們發現 其實床拍機本身自己 協助了很多的科技 那和你也可以將科技 拆散回去Stam不同的元素 那我們就將它 變成了我們Stam教學的一個工具 希望那些學生 可以被我們啟發去創作自己的故事 那現在就來到我們科大的職員宿舍了 那講開教育 我們科大就有超過680位教學人員 而所有的教授都持有博士的學歷 那在我們右邊就看到我們的Library圖書館 那圖書館就是樓高五層的 樓面的面積超過12000平方米 還有超過70萬的藏書 那而座位方面我們有3370個 那正是去年我們的使用任次 已經達到190萬 那其實我們的科大Library 都會有很多戶外空間 就叫做Library Garden 還有都會有露台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都會有很多玻璃窗 那就是貫穿了各層的 亦都可以盡量我們清水灣的美景 那其實科大圖書館 不僅只有書 那裡面還有很多設施 就包括了我們的3D印刷 那我還記得我有個朋友 他在18歲生日的時候 他很喜歡文行機 那我就在電腦畫了一個3D模特 然後就用這些3D印刷 印出來送個門給他 哇 科大的圖書館真的無得得一 在我們的圖書館最底層那裡 都會有LG7的飯堂 那其實在科大裡面 你也可以品嘗到不同的食物 那譬如有西式快餐 中式燒味 迷線 沙律 薄餅等等 那現在我們學校都有19間食市 那現在我們學校都有19間食市 那大家現在看到 在畫面裡面的天一泉 就是由奧地利雕塑加 在2001年創作的 那天一泉這個名字 其實是來自於易經 天一地二而來的 五塊大石就分別代表著五大洲 那中間那塊就是代表我們亞洲 亦都特別代表著中國和香港 而今年科大在全球成立少於五十年的年輕大學排行榜 裡面都是排名第一的 我們的同學也都算是香港裡面最國際化的 一萬五千名學生裡面 就有五千九百名非本地的同學 來自全球超過八十個國家和地區 大家 而大家眼前這一條就是Bridge Link 科大因為它是醫生而殿 教學設施主要集中在山上面 而山下面就是學生的宿舍 山上山下就全靠這條Bridge Link連接 同學在上學放學都會經過這裡 我們科大現在就有十間本科生的宿舍 有九間就在科大校園裡面 有一間就位於將軍澳 你們一定有疑問對於住科 其實我們本地同學在第一個學年的時候 就可以住最少一個學期的宿舍 所以每位同學都有機會過住科的生活 可能住科都會有些想做運動的時候 科大的運動設施當然不少 科大有一個英東體育中心 也有一個標準足球場和400米的跑道 還有我們有50米的遊泳池 還有25米的宿內泳池 還有網球場 還有網球場 接下來會增見的就是水上活動中心 現在畫面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偷情小徑 其實只是俗稱而已 這條路就是來回勞家沖大學中心 和教學大樓的捷徑 小徑的兩旁都整齊地種了兩行高大的樹木 也是我們的打卡熱點 說起特別的地方 不可以不提我們的共振橋 可能讀完你的同學就會聽到 共振?怎麼共振法? 其實這條橋就是一條吊橋 多一班同學一起在上面跳的時候 整條橋就會震 所以稱為共振橋 其實科大佔地60公頃 面積比3個維多利亞公園 科大也有4個學院 包括理學院、工學院、工商管理學院 人民社會科學學院 和跨學科課程事務處組成 提供44個本科學位課程 不如現在我們和各位同學 一起上去全校最高的地方 我們李兆基校園 就是2013年開幕 它位於在科大藍閘那邊 而旁邊就是一個停用了的電視城 而這個校園就是由科大的商學大樓 IS高等研究院 和會議大樓組成 我們的李兆基商學大樓 就是樓高七層 裏面有演講廳、課室、多用途會議室 和研討室等等 在我們的七樓 還有一個天台空中花園 而這一棟就是 我們IS高等研究院的大樓 它樓高五層 大家可以見到 它的最頂部位 有一個中庭的圓形天幕 IS是我們世界頂尖科學家 和學者的一個學術交流和研究平台 IS中我們有不少的教授和訪問學者 而當中包括了五位的諾貝爾得主 除了學科之外 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例如交流等等 科大裏面都有超過二百四十個交流的計劃 可以給大家同學去玩 我都參加了兩次的交流 就是去了丹麥和新加坡 了解到他們的文化 也都和很多不同的同學仔 做了一個學術的交流 都很豐富的 講講科大的未來發展 李兆基校園正在大興土木 我們的研究生大樓都在興建當中 我們亦都有計劃去興建幾座新的學生宿舍 在蘭閘附近更加將會有 我們的Innovative Tower 和Multipurpose Auditorium 好 今次的航拍校園遊時間就差不多了 科大堪稱為全球最美的校園之一 結束的時候 當然是讓大家看看 我們青水灣這個無敵的海景 提提各位應屆DSE下身 如果你都想實現夢想 在這麼美的校園上學 歡迎你加入全球排名最高年輕大學 做我們的同學仔 大家在網上填補Jubus的時候 記住手順科大 如果你都有關入讀科大的問題 歡迎你電郵或留言給我們 記得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Snapchat YouTube Facebook 就可以隨時收到我們科大的最新消息 多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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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